突然康良那一派人听说 从横兵来了三个刺客 拒不接见见面 龚崎操天这些人 就认为有被他刺杀的嫌疑 但实际上龚崎操天 曾经在香港研究过康有为的 那么龚崎就很生气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三个人是四个 因为写了一封信 来痛斥康有为不够朋友 信中写道 策文先生清洁有人店 店门中有日本刺客 已由横斌出发前往新加坡云云之雨 先生以地当为电报中之刺客 引使先生避而不见 而几天后 龚崎操天前往香港时 还曾被英殖民当局 当作日本刺客逮捕下雨 从种种迹象看 康有为逃往海外的途中 的确遭受过日本刺客的威胁 龚崎操天就是刺杀康有为的凶手 这究竟是误会还是真相 1927年的康有为 已是个年过七旬 手无寸铁的老人 究竟还有什么隐情 会让他们如此急切地狠下毒手 青岛市民认为 日本方面之所以将矛头对准了康有为 是因为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 坚持爱国爱民的精神 发出了请诸国贼救学生殿 要求北洋政府承办卖国贼 释放爱国学生 强烈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兵 交还青岛 从而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 然而这种说法却遭到了康家后人的质疑 外公在海外漂泊了16年 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 他在日本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女孩 是他的五太 他回到国内以后 时常惦记着她 应该说他们在那边的生活 还是挺美好的 所以说如果说要说是日本人暗杀了 或者日本人做了什么手脚了 这个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呢 还是觉得不是很有舒服力 康有为在日本不仅娶了日本太太士刚赫子 而且他还得到了日本高层领导 文部大臣全养义 和总理大臣大威重信的优待 我觉得日本对康有为 开始日本政府表示了一种谨慎的欢迎 那么是想利用康有为来达到日本的一种国家利益 比如说是不是有可能光绪复辟 那么如果成功的话 日本收容了康有为 就会在今后的政局中 出于一种非常有利的一种地步 另外日本有些 从清朝末年开始有很多对中国友好的人士 这些人跟康有为 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而且日本政府也没有采取很强烈的措施 把这些完全都斩尽杀绝 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日本政府要暗杀康有为 好像现在也没有证据